另外 风中杯全国篮球赛事 算是台东最具规模的杯赛 目前已经有84组 来自各地的篮球好手齐聚在台东 主办单位也表示 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七年 透过热气球嘉年华会的活动 来吸引更多外线市的好手前来参赛 也希望每年都能够举办 而且越办越好 由丰田国中举办今年的风中杯 全国篮球赛事已经是第七届 在台东的篮球杯赛当中 可以说是最大的规模 而目前已经有84组 来自各地的篮球好手来到台东参赛 比赛场次更高达了100多场 也与其他的学校合作来使用篮球场 并邀请其他地区专业的篮球裁判到场吹判 像我们今年社家组 就报名的非常的激烈 那原先我们是设定是24队 那后来呢很多很多外线市 包括本线市的队伍都很积极的要来报名 所以后来就开放到37队 光色男甲就37队 那今年的国南组呢 也到了20队 所以就是每年啊 大概上很多学校啊 也听到说这个暑期7月份啊 有一个风中杯 那这个杯赛呢 可以跟其他县市的队伍来做一个切磋 所以就报名的队伍就越来越多了 那有时候也会造成我们审判单位啊 蛮大的压力 因为有时候经费上啊 如果能够充裕一点 那当然我们可以办更多的比赛 让更多的队伍来参加 每一队队伍啊 大概上一天就要打两场 其实这样子在一些大型的杯赛来讲啊 就是比较辛苦啊 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一天一场 那但是因为我们是短期的赛事 所以大概就是要一天要打两场 那色男甲呢也是如此啦 如果你要从预赛打到冠军赛 可能要打七场 所以有时候一天啊 可能要打两场或是三场 那对于这个选手来讲啊 这个体力的消耗啊 是非常的非常巨大的 很辛苦非常辛苦 主办单位更提到 由于举办的日期 刚好都遇到台东的特色活动 热气球加年华 除了打比赛之外 还会带着自己的家人 来到路野高台看热气球 在未来经费如果允许 更期盼能够将风中杯的规模再扩大 让更多篮球好手能够来到台东 记者蔡成翰 台东市报道